这个作业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作业在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你显然发现第一次的作业真的很困难 第一次的作业其实说真的 它是可以让你做一整个月的 第一周的作业让你一整个月来做 但是如果我把Dayline写成一个月 那你也知道 以至于学生的惰性 也不是学生惰性,包含老师也有这个惰性 所以如果我真的跟大家讲说 这个作业要用一个月来做 绝大多数的同学一定会给我拖到最后一课 才这样,才去写 但反过来说如果我把这个作业Dayline 把设计成两周 而且是每两周我就来干嘛 每两周我就来检视 来检查同学们学习的状况 那有可能会做的比较好 有可能的 所以注意到我们在这个作业 其实是要改善第一次的作业 然后我们还要开始做call review 我们还会让大家练习这个peer review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对于这个 像共笔的书写 因为很多同学应该很不习惯 就是说连什么空白 连那个什么格式都很龟毛的定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要合作 我们不是只是程式码要能够合作 我们在共笔,报告,讨论 都要有一个原则 有一个规范 所以你一开始觉得很麻烦是正常的 但是注意到我们就是要做好跟别人合作 那当然每一个团队他可能有不同规范 但是我希望就是你及早去习惯这种被要求的事情 因为你一旦加入世界一流公司 Google,Microsoft,Apple,亚马逊这些世界一流公司 他们都有规范 那当然他的规范 显然跟这堂课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但没关系 你在这堂课已经学会怎么受规范 怎么去依循要求 怎么去跟别人合作 这些很重要 然后注意到的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作业 除了改进第一次的作业以外 然后也能够做善意详尽的批评 然后这边有一个网字写的蛮好的 他说什么 他说工程师应该怎样 要学会说故事 所以注意到工程师跟他 骇客有很大差别 骇客就是好棒棒 就是说我对电脑好行 我对电脑怎么样 我对电脑的掌握度好高 我可以做好厉害的事情 你是骇客 但是工程师除了写程师以外 其实还要做什么事 还要沟通 了解需求 然后软体开发本身是一个工艺 当然他连带就是说故事沟通 然后去把你自己要想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在这门课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很多同学想说在这门课好像花很多时间写文件 好像花很多时间在读书 真的写程师的时间好像不多 对!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希望培育出来 我们希望筛选出来的学员 他是真的变成一个工程师 真的可以到世界一流公司去服务 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准备 那继续看 那这边来讲的话 在亚马逊公司 针对这个code review 特别有个影片 请你一定要去看 这个影片不长 但是可以 不是这个 我们现在广告很讨厌 所以这个影片有40分钟 然后不算长 就是跟讲说 那个 这个什么 不是亚马逊 这是哪一家公司 不是不是 我记错了 不是亚马逊 是 那我看一下他哪一家公司 好!对!就这家公司 反正有一家新创公司 Shopify 那Shopify的这个工程师呢 就跟大家介绍 怎么去做code review 那里面他有提出一些例子 就是比方说Kiss的原则 Kiss is simple and stupid 然后针对程式码 而不是针对人 然后他后面就有示范说 你要怎么去做code review 要怎么去留言 在Github上 怎么去表达你的问题 表达你的疑惑 然后怎么 虽然他举例的是像这个Python这样的语言 但是 概念呢 很多是相通的 好!所以呢 在这个作业呢 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你除了去改进 原有的作业以外 你要干嘛 你要去批评同学 所以不要坏批评 但是呢 你也不要担心会得罪同学 你看喔 我们在这门课呢 在处理账号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方式 都是用那个 都是用Github 对吧 所以你还不只 你怕等着你再注册一个Github帐号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总之呢 就是我希望呢 你要能够去批评 所以批评的时候 注意到要这样子标 批评的时候标一个什么 review by by say 好!比方说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同学很认真 但是呢 就算认真还是有 可以改进的地方 或者换个脚想 就是因为他认真 所以你给他改进 你给他改进的方向 给他改进的意见 很可能帮助会更大 好! 所以比方说呢 底下就列 我就列出 我发现了他底下 虽然有列出这个 激励不新的实作啦 但是对这个 这个什么 乱数产生器的原理啊 没有讨论啊 然后不然说这个 Tailcore Optimization 那是对编辑做了什么事啊 那还有不然说一些用语啊 好! 然后像这种 然后他发现说 他的提到这个 他有去阅读论文 那也发现说 哎! 在论文里面 的确呢 有的实作 比方说Treesault 这个实作呢 看起来不错 看起来对效能 好像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 哎! 为什么Treesault 它是用MatchSault 而不是用这篇论文提到的Treesault 为什么 那这个应该对吧 要列出对不对 像这个 然后呢 或者像这个同学 一样 就是说你 注意到标示方法 就是在他后面标一个你的名字 然后呢 直接去修改他的贡笔 不要怕丢脸 大家都看不到名字 对吧 就是大家都看不到真正的名字 只看到Github ID 所以比方说呢 我就直接跟你讲什么 比方说我就直接 自己跟你讲说 哪一段程式码呢 没写好 对不对 然后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 没写好 给我改进 类似这种话 所以就是说 比方说像 像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上面写什么呢 它说 Remove NextSault 好 第一个 你没有讲你的动机 对不对 你没有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然后呢 你也没说这个东西 就是 你没有说你的动机坏 也没说你怎么改 好 然后呢 改完之后它有什么影响 它有什么 它可以有什么突破 你也没说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显然对资讯 就是对 协作 是没有帮助的 好 你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在讲 LinksSault 讲Links Kernel 对不对 哇 那个Links Kernel的开发者 对不对 再改一段程式码之后 讲一大堆写一大堆讯息 对不对 但你看 你说这个东西是我写的 不 千万不要这样想 它不是你一个人用的 然后 虽然现阶段可能是你一个人用 但你要想 我以后写出来的程式 会被世界上成千上万上亿的人用 请你要这个观念去想 我们今天来当工程师 也许没办法赚大钱 但是一定要做大师 工程师如果没办法做大师滚 对不对 你有想到哪一个工程师 如果他没做大师滚 他有资格叫工程师吗 对不对 他只是领薪水的小偷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要做大师 才去当工程师 否则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 太多方可以赚钱对不对 你那么聪明 你都成大都可以考得上 你为什么不去考医学系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去考别的考试 你那么聪明一定考得上 对吧 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 来当工程师 那会很苦 因为工程师不经常可以赚到钱 但是如果你要为了做大师 来当工程师 那跟你讲做对了 因为工程师 要做大师的机会多的是 尤其是写软件 好 所以请你做这样的事 就是针对同学们的程式去做批评 不只程式 本来共评也去批评 去说明 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review的部分 那当然至于怎么review 请你好好的去看上面的解说 好 然后 所以换个脚想 我们第一次的作业 其实是让你用整整一个月时间 可以去改进它 而且你不只改进你自己的作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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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